第576章 吴剑道 看着淼淼那近乎疯狂的动作 陈思玄赶忙上前拉住他 低声道 淼淼 坚强些 我们已经回到光明五行大陆了 淼淼呆呆地看着陈思玄 突然之间 所有以愤怒出现的伪装瞬间崩溃 猛地扑入陈思玄怀抱之中 放声痛哭 激动扶着天机站稳身形 看着一个个神色黯然 斗志已经低到极点的天干圣徒们 他终于坚定了自己的决定 他知道 弗瑞的叛变对于大家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再不帮他们提振一下的话 自己的计划根本就无法完成 天机在激动的搀扶下 缓缓站起身 一脸的担忧之色 叹息道 激动 我们虽然平安回来了 但是 你的计划也因为弗瑞的背叛而完全破坏了 黑暗天机既然已经有了准备 恐怕我们就 很难按照既定计划完成斩首行动 更加重要的是 弗瑞之前是我们天干圣徒中的核心 他的叛变 必然会将我们 乃至于整个光明五行大陆的布置 都告诉黑暗天机 令他们有所准备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黑暗天机凭借他的邪恶之谋 在弗瑞身上留下的烙印 有屏蔽我预测的能力 否则 我早该发现他的不对了 哪怕是我得到天机之眼后 也只能预测到我们的危险 却无法判断出 这危险是来自于谁的身上 如果眼前这件事不处理后 恐怕 一年半之后的圣战 我们 听了天机的话 众人的神色更加黯然了 不认识他们现在的武器配备 实力情况 还是得到龙族的支持 以及前往过地心世界这些事 他都一清二楚 更重要的是 对于目前光明五行大陆的准备情况 以及机动所创造的 武行相生循环阵法 更是了解到了细微之处 再加上五行法阵的奥义 机动各种能力的秘密 可以说 弗瑞只要将这些都告诉黑暗天机 那么 光明天干圣徒们在对手面前 就像是赤身 星号星号星号 一般 再也没有半分秘密可言 弗瑞更可以通过黑暗天机 将武行相生循环阵法 传授给黑暗五行大陆上的模式 令他们也是实力大增 对于光明五行大陆来说 弗瑞的叛变 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机动看了天机一眼 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 而是朝着伙伴们沉声喝道 都精神点 看你们一个个唯米不振的样子 不要忘记 我们是天干圣徒 你们都很清楚 这四个字的含义是什么 天干圣徒的存在 对于大陆来说 是相当于就是主一般 我知道 你们现在心中一定在质疑 这个身份对不对 你们一定在想 弗瑞也算是我们天干圣徒的一份子 他都叛变了 你们已经开始质疑我们的能力 甚至在质疑天干圣徒这个身份了 但是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错了 淼淼 别哭了 机动最后几个字 几乎是吼出来的 吓得淼淼顿时哭声收歇 一脸不满地看向机动 其他人的目光 也都因为机动的话 而集中在了他身上 紧接着 他们突然吃惊地看到 原本机动的愤怒 痛恨 还有眼中的红色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一丝淡淡的笑容 这份笑容 他们实在太熟悉了 每当机动一切 近在掌握的时候 就会流露出这样的神色 可是 在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会流露出这样的神色呢 机动 你笑什么 福瑞也是你师兄 他叛离了我们 还伤到了你 这很好笑吗 淼淼怒声说道 机动淡淡地道 谁告诉你 师兄叛离了我们 啊 此言一出 天干圣徒们 都像是打了鸡血了一般 险些蹦起来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 看着机动 淼淼待住片刻后 第一个反应过来 正所谓关心则乱 他一个箭步 就窜到了机动面前 机动地道 你 你是说 那黑暗天机说的都是假的 福瑞并不是他的儿子 也不是叛徒 机动摇了摇头 道 不 黑暗天机说的是真的 师兄也确实是他的儿子 也是黑暗五行大陆 放在我们光明五行大陆上的 一颗定时炸弹 卧底 所以 与其说师兄是叛变了 倒不如 说他是恢复了本来身份 原本机动地兴奋起来的 天干圣徒们 听了机动这句话 顿时像双打的茄子一般 捏了下去 淼淼更是一把抓住机动的前经 怒道 你耍老娘很开心是不是 机动人由他抓着 反问道 师兄是黑暗天机的儿子不错 可是 就因为如此 他就一定要帮黑暗五行大陆做事吗 他就不是我们的伙伴了吗 那你还是磨磨出身呢 我们可曾歧视过你 嗯 苗苗一呆 机动 你把话说清楚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机动无奈地叹息一声 道 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们的 只有那样 师兄的处境才最安全 可看你们现在一个个这样子 要是再不告诉你们 我们接下去也不用行动了 直接去送死好了 说到这里 他转向天机 微笑道 没错 你刚才的担心都是存在的 可惜 也都是不可能真正出现的 因为 师兄根本就不会 把我们真正的秘密 告诉黑暗天机 虽然有红莲天火祖阁 以前也有圣邪岛的隔绝 但通过血脉与特殊的方式 弗瑞师兄 可以与黑暗天机进行沟通 但是 黑暗天机所能了解到的 也只能是弗瑞师兄 想让他知道的 而现在 师兄虽然回去了 但是 却绝不会 将我们真正的秘密 告诉黑暗天机 天机的瞳孔骤然收缩 吃惊得道 你是说 弗瑞并没有背叛我们 而他今天的背叛你 早就知道了 你 激动看着众人关注的目光 点了点头 如果不用今天这一幕苦肉计 不让师兄将我打伤 又怎能取信于黑暗天机呢 没错 师兄并没有背叛我们 准确地说 他应该是 背叛了黑暗天机 他不但不是罪人 更是英雄 他将为我们 卧底在黑暗天机身边 这也是我这 斩首行动最大的秘密 有了师兄 守着黑暗天机 通过特殊的方法通知我 只要我在黑暗 五行大陆的范围内 就能够随时准确地 黑暗天机所在的位置 除了黑暗天机以外 还有谁能拦阻 我们的斩首行动呢 一众天干圣徒们 目瞪口呆地看着激动 摇签书呆呆地道 激动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激动眼中流露着 思索的光芒 叹息一声 道 这就说来话长了 是弗瑞师兄自己告诉的 我他与黑暗天机之间的关系 其实 这也是黑暗天机 自己作孽的缘故 黑暗天机说的没错 圣邪倒大劫的时候 哪怕是没有当初 那些光明天干圣徒捣乱 我最后的攻击 也会被师兄尽力拦阻 只不过那时候 我们还都被蒙在鼓里而已 直到那时 师兄依旧是在遵从 黑暗天机命令的 只是那时候的他 内心之中 已经十分矛盾而已 师兄最痛恨的事情 就是他母亲的死 在他印象之中 甚至是没有母亲的 黑暗天机 对师兄的禁欲说的轻松 但他却从未考虑过 师兄出生后几十年 是如何过来的 一个孩子 在刚出生的时候 就失去了母亲 而他的母亲 甚至都不知道 这孩子从何而来 他在被黑暗天机侮辱后 记忆就被抹除了 是个被家族舍弃的单亲妈妈 因此 师兄小时候受过的苦 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直到他十岁的时候 黑暗天机 才通过特殊的方法 和他联系上 让他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在内心深处 师兄对这个父亲 是极为痛恨的 但他身上 却流淌着 黑暗天机的血脉 黑暗天机 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他终究还是 选择了妥协 黑暗天机身边长大 从未受到过 黑暗天机的熏陶 他是一个生长在 我们光明五行大陆上的人 老师 师祖 师母 对他的关心和教育 早已令他的心 渐渐从黑暗天机那边 有所偏离 在圣邪岛大劫那一次 师兄其实就已经 暗暗决定 那次一定要帮助 黑暗天机成功 也算是还了他的生养之情 从今以后 就再不和他有瓜葛了 可是 连他也不知道 黑暗天机 不只是要吞噬那几大圣兽 更是要引动万雷劫玉戒 发动毁天灭地的 终极必杀技 等师兄发现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虽然烈焰帮助我们 破掉了万雷劫玉戒 可是 却终究晚了一步 师兄的爱人 夜心师姐 已经允命在了 万雷劫玉戒之中 那时候 师兄的痛苦 你们都看到了 可是 你们却并不知道 他内心中 最难以接受的是什么 还记得吗 那天我进入师兄的房间 和他详谈了很长时间 等我们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振作了许多 在那次谈话中 师兄不断重复着 是他害了夜心这句话 并且将自己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了我 他恨黑暗天机 他早已不将黑暗天机 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了 因为他 已经完全看清 在黑暗天机身上 根本就没有人类的感情 有的只是他自己 哪怕是他这个儿子 也从未被他关注 师兄很痛苦 他甚至不止一次 想毁灭了自己 杀死爱人的仇人 是自己的父亲 这种感觉 你们想过吗 渺渺抓住 激动胸襟的双手 无力下垂 呆呆地看着激动 此时 他的情绪波动 已经完全在 向另一个方向转变 我和师兄详谈之后 我问他 如果真的让黑暗天机 统治了整个世界 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当时师兄的反应 用四个字来形容最合适 那就是 不寒而栗 之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 大意灭清 他坚定地对我说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黑暗天机 统治世界 否则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默约 于是我和师兄定计 寻找机会 施展这反剑计 无见到 后来我发现 自己能够带领大家 穿越红莲天火 我们的计策 就已经定下了 所以 我现在 可以坦白地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 所遭遇的一切 其实是我们早就计划好的 唯一困扰 我们的问题 在离开 傻友前商会的时候 已经解决 那就是 如何在黑暗天机 和黑暗天干圣徒 面前逃离 这个困扰 曾令我和师兄 犹豫了很久 但有了那传送卷轴后 这一切 就已经不是问题了 师兄不但不会帮助他们 还会尽可能地 帮我们掩饰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各种能力 同时 他也会将我们 最需要的消息 不断传递给我们 有了他的消息 我们的斩首行动 才能真正发挥出 最大的威力 天干圣徒们 目瞪口呆地看着激动 情况急转直下 叛徒变成了英雄 所有的一切 都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大悲大喜之间 众人已经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了 渺渺傻傻地 看着面前的激动 小心翼翼地抚平 他前进被自己 揪出褶皱的衣服 难难地道 你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激动展颜一笑 早告诉你 你还能表演得 那么真实吗 你以为 圣极巅峰修为的 黑暗天机 是那么好骗的吗 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人 知道师兄的情况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刚才才能 令那黑暗天机 真的相信 要不是看你们 一个个的都这么消沉 我始终都不会说 这样才能让师兄 更加安全 听到安全二字 渺渺顿时颤抖了一下 是啊 鱼虎谋皮 福瑞的安全怎么办 激动师笑道 刚才你不是 还骂他是混蛋 王八蛋吗 怎么 你还打算要这个混蛋 王八蛋吗 渺渺一拳 砸在自己胸口上 翘脸羞得通红 扭头就跑 嘴里还喊着 思玄 也不好好管管你家激动 第五百七十七章 夜幕穿越于三千米高空 激动的一番解释 将先前的颓废之气 一扫而空 无见到这个结果 毫无疑问 比任何提振士气的话 都管用 一众天干圣徒们 在短暂地呆滞之后 当渺渺羞涩 跑回陈思玄身边 将头埋在他怀中 不肯出来时 天干圣徒们 已经是一片欢呼 天机也明显是松了口气 无奈地摇摇头 道 幸好是如此 你们的计划 连天意都蒙蔽了 激动笑道 其实 在你得到天机之眼后 我最怕的 也就是你这边出问题 要是刚才我们 到了那边的时候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说不到 我们只好带着师兄 一起立刻顺应而去呢 幸好 你这天机之眼 再遇到他那邪恶之谋 反应会那么大 如果不是如此完美地 掩护了师兄的话 我绝不会轻易让他 回到黑暗天机身边的 说到这里 激动脸上笑容收敛 不禁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师兄的约子 要不好过了 天机有些担忧地道 福瑞体内 毕竟有着黑暗天机的血脉 和他留下的邪恶灵魂 黑暗天机会不会 发现他的背叛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福瑞可就危险了 激动摇了摇头 道 应该不会 不要忘记 师兄并不只是 那黑暗天机一个人的孩子 他身上 也还有着一半属于母亲的血脉 更何况 黑暗天机做错了一件事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才令师兄的灵魂 始终保持着一份纯洁 没有被他那邪恶的灵魂所侵蚀 哦 是什么 天机好奇地问道 激动道 是师兄的极致阳雷属性 雷 乃天地浩然之气 也称之为浩然正气 一切阴邪不能侵入之 师兄原本是雷属性的时候 都能保持大脑的一丝清明 自从拥有了极致阳雷 属性之后 黑暗天机留在他体内的那份邪恶灵魂 对他本身的灵魂 就很难产生影响了 只能是与黑暗天机 进行联系的工具而已 师兄曾完全放开灵魂 让我对他的身体进行谈查过 正是如此 我才能够完全放心 以前他跟我们在光明五星大陆的时候 毕竟前有圣邪岛后 有红莲天火阻隔 必须要通过特殊的方法才能 和那边的黑暗天机联系上 所以 我小心地探查了一番他的身体 也不用怕被黑暗天机发觉 其他人此时都已经围了过来 姚千叔问道 激动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继续进入黑暗五星大陆吗 激动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道 当然要进入黑暗五星大陆 我们的斩首行动 原计划不变 有了师兄这颗钉子 在黑暗天机身边 我们的行动 把握性只能更大 狼天一道 少主 现在黑暗天机 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来了 防御必定会大幅度加强 我们再想进入黑暗五星大陆 恐怕不容易啊 激动微微一笑 道 黑暗天机就算再强 它现在也还是一个人类 而不是神体 凭借我 思璇和天机的灵魂能力 联合在一起 完全可以 躲过它的灵魂侦策 至于黑暗五星大陆上的其他人 那就根本不足以对我们构成威胁了 红莲天火如此宽阔 我们还怕找不到一个薄弱的地方 突破过去吗 只要进入了黑暗五星大陆内部 那就是 海阔平逾越 天空任鸟飞 说到这里 激动的眼神 明显变得冰冷许多 浓烈的杀鸡 从他眼底一闪而眉 就在这时 红莲天火的另一边 黑暗天干圣徒们 聚集在黑暗天机面前 最终兵器李永浩 恭敬地向黑暗天机道 天机大人 我们找到光明天干圣徒的下落了 只不过晚了一步 他们已经逃回了红莲天火那一边 黑暗天机冷哼一声 废物 要是能早一步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错过了这次机会 再想抓住这些滑柳的泥丘 可就不容易了 李永浩点了点头 道 恐怕他们不敢再进入咱们这边了 天机大人 您看现在要怎么办 黑暗天机眉头微皱 传我命令下去 命大军横向排列扎营 务必要贯穿整个圣斜岛 三十米一哨 时刻关注红莲天火动向 一旦发现有异常 迅速报之 我就坐镇在这里 倒要看看这些光明圣徒们 怎么到我们这边来兴风作浪 李永浩略微思索后 道 天机大人 海上我们要不要也不下人手 黑暗天机摇了摇头 道 海上不用了 海上有惊涛骇浪 海下有无数强大的魔兽 当初的万雷劫玉界 都未能影响到海中的生物链 他们要是敢走海上 那更是自寻死路 你只需要派遣一些灵力点的手下 关注海上变化就行了 更重要的 还是露露 是 李永浩恭敬地答应一声 又忍不住看了一眼站在天机身后的雷地福瑞 这才率领一众黑暗天干圣徒走了 黑暗天机道 福瑞 你跟我回大帐吧 你的黑暗血脉已然觉醒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修养调整 说到这里 他突然眉头皱起 真奇怪 难道这么快 你就能将我种在你体内的黑暗种子 完全吸收了 怎么在你的黑暗血脉觉醒之后 我反而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呢 福瑞茫然地道 父亲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觉得 现在仿佛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似的 黑暗天机点了点头 道 这样就好 走吧 我们先回去 修炼中 你要是遇到什么问题 再来找我 我知道 这么多年 你一直没在我身边 小时候也过了不少苦月子 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你回来了 也是整个黑暗五行大陆的少主 更是未来这天下的少主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福瑞心中跟明镜似的 他当然知道 为什么体内的邪恶种子化了 黑暗天机帮他点燃了黑暗血脉 令他力量大增 但这样一来 他的雷属性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 凭借雷电与雷玉神斧之中的浩然正气 悍然将那邪恶种子炼化了 所以 黑暗天机才感受不到福瑞体内的感觉 幸好 在来到黑暗五行大陆之前 这邪恶种子还是存在的 否则的话 就真的要引起黑暗天机的怀疑了 父亲 不是还有李永浩吗 有他在 恐怕没人会认我这个少主吧 他毕竟是黑暗天干圣王 福瑞低声说道 黑暗天机冷哼一声 什么黑暗天干圣王 没有我 他狗屁都不是 黑暗天干圣徒 都是我养大的 也是我赋予了他们现在的实力 他们只不过是我手下的狗 我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要做什么 我说过 你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孩子 没有人能和你相比 在我心中的地位 以后这种话不要说了 我会让你尽快接掌我方实力的 激动带着天干圣徒们 一等就是三天 三天的时间 他只是让伙伴们在空地上进修 静静地等待 而对于黑暗五行大陆一边的情况 激动也先后数次通过红莲天火 去探查了一番 黑暗天机有一点说得很对 激动是不会选择水路的 大海的波涛汹涌 并没有因为当初万雷劫御界的轰击 和红莲天火的出现而减弱 反而是愈演愈烈 未知的危险更难判断 激动用了三天的时间 对黑暗五行大陆一边的安排 也算是基本摸清楚了 他没有主动去和福瑞进行联系 为了福瑞的安全着想 激动和福瑞约定 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才由福瑞主动去联系他 而且 他也告诉福瑞 十月之内 他们一定会进入到 黑暗五行大陆之中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的十天 福瑞是不会传给他任何消息的 夜色渐渐地深了 激动悄然叫醒伙伴们 叮嘱大家在这边等候 然后依旧是第一个带着阿金 飞升而起 腾入高空之中 激动的身体 一直拔高到三千米开外 才停了下来 由于是黑夜 在如此漆黑的夜空之中 从地面上 根本就看不到空中的他们了 激动向阿金道 我们这就过去 一切小心 地面上的敌人 不可能发现我们的存在 但黑暗五行大陆那边 十二时辰 都有不间断的空中侦察存在 尤其是对红莲天火这边 更是不断地游异 过去以后 你要尽可能地 掩饰自己的气息 阿金点了下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再一次拥入怀中 阿金低头依偎着激动 美眸之中流露着 前所未有的温柔 和上次的突然性不同 这次早有准备 令他更好地享受着 这片刻的美妙 悄然穿越红莲天火 激动第一时间 就将大眼圣火龙释放了出来 浓浓的云雾飘然荡起 将他们的身影都掩护在内 没有停留在红莲天火跟前 而是让大眼圣火龙 向前飘飞出千米之外 才掩饰着自己的气息 保持雾气笼罩 就像天空中一片最普通的云彩似的 当然 这还不算完 激动将自己的灵魂之力 与大眼圣火龙的灵魂 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 浓浓的魔力波动 在激动全力以赴释放 并且极度凝聚的情况下 他完全相信 除非是黑暗天机 正好朝着这个方向探测 否则是绝不会发现他们存在的 做完这些之后 激动没有半分犹豫 立刻返回红莲天火而去 在夜空之中 他有极致阴火作为掩护 浓浓的黑色 就算是在近处都很难看清 回到光明五星大陆这边之后 激动第一时间带着天机进行了穿越 第二个将天机送到了 大眼圣火龙这座空中平台之上 天机立刻接管了激动的灵魂掩饰 凭借着圣级高阶的灵魂修为 更好地掩护着大眼圣火龙的存在 耶 静悄悄的 黑暗五星大陆这边的空中魔师 不断地巡游在红莲天火外围三里处 他们巡游的高度 都在一千米到三千米之间 超过三千米 就已经不是普通飞行魔兽所能达到的了 所以 这个高度以上 负责探查的魔师数量就要少得多 黑暗天干圣徒 是不会亲自进行着探查工作的 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高贵 李永浩能够成为黑暗天干圣徒 绝不是侥幸所致 他很清楚 光明天干圣徒 很可能会再次进入他们黑暗的领域 一旦黑暗天干圣徒落了单被光明天干圣徒击杀 那可就是大麻烦 天知道光明天干圣徒 还有没有另一张顺一卷轴逃离现场 他宁可侦查的力度差一些 也绝不会让黑暗天干圣徒们冒险 激动在这几天的探查过程中 早已将这些查探得十分清楚了 这三千米的高度 正是黑暗五行大陆这边防御最疏松的范围 在网上 情况反而不妙 超过三千五百米的高空之中 有起码五十头拥有黑暗气息的巨龙寻翼者 显然 这些都是黑暗天机调来的 对于这一点 激动也不得不佩服黑暗天机 这家伙可以说是掌控了整个黑暗五行大陆 激动没有半分节约魔力的意思 用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 将伙伴们一一送了过来 最惊险的一次 出现在他送摇签书过来的时候 眼看着 一头骑乘着七阶魔兽青丸的黑暗魔师 就从大眼圣火龙不下的云雾旁 不足三十米外飞过 那一刻 哪怕是激动 星也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中 一旦被对方发现 那么 虽然不至于全军覆没 但想要全员逃离 也绝不容易 他选择的 虽然是处于圣邪岛边缘的位置 但以黑暗天机的修为 从驻地来到这里 也只需要极其短暂的时间 圣级巅峰的实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幸好 夜晚的睡意足 已令任何人疲倦 黑暗魔师也是人 他终究还是骑着青鸾 从大眼圣火龙那片云雾处掠过 而没有更进一步 就算如此 已经在大眼圣火龙背上的天干圣徒们 还是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第578章 做些爱做的事 于3000米高空之上 终于 最后一名天干圣徒 也被机动带到了大眼圣火龙 这座空中平台之上 所有人紧张的情绪 都略微放松了几分 不过 也只是放松了那一瞬间而已 很快 大家的情绪 就已经重新紧张起来 更为关键的时刻到了 只有穿越过眼前这片圣邪岛 真正抵达黑暗五行大陆之中 他们才算是成功了第一步 在巨大的危机和压力面前 机动也顾不了许多了 这一次他主动拉起了陈思玄的手 另一只手则拉住了天机 灵魂气息扩张 先与陈思玄的灵魂融合在一起 然后才与天机的灵魂相融 这三天的时间里 机动可没闲着 他与天机已经尝试过了灵魂相融合的过程 天机对他自然不会有任何防备 但也终究不可能像陈思玄那么顺利 尝试了足足两天的时间 还在陈思玄的帮助下 才算是成功了 此时 当三人的灵魂之力完美融合的那一刻 顿时强所未有的强大灵魂气息 瞬间扩散开来 将大眼圣火龙和天干圣徒们 全部笼罩在内 以机动为主导的这股灵魂之力强度 已经完全达到了圣级巅峰的程度 由于天机的灵魂修为 高于机动和陈思玄 这样的融合 对他们的灵魂修为是十分有益的 而且 因为天机之眼的特殊性 机动和陈思玄 在与天机的灵魂融合之后 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在他们灵魂之中 似乎看到了宿命的安排一般 隐约中 机动仿佛看到了一丝细微的红色 令自己无比熟悉的红色 在眼前飘荡了一下 仿佛有什么特殊的心事 出现在了自己脑海之中 令自己不得不感受到那份美妙 可这份美妙 却又说什么都无法摸清 如果是在别的时候 机动一定会宁神探查 但在眼前这种情况下 他又怎么敢分心呢 赶忙宁神已对 控制着灵魂气息完全内敛 将几方所有的气息 全部掩护在这庞大的灵魂波动之中 虽然眼前他们这灵魂之力 乃是依靠三个人联合在一起部下的 但总体强度已经丝毫不弱于黑暗天机 自然不需要担心被黑暗天机所发现 大眼圣火龙身形清白 已经是滑动而出 朝着黑暗的夜幕中缓缓飞去 云在空中漂浮的速度当然不能太快 那样就算是没有任何魔力波动出现 也一样是会被怀疑的 所以 大眼圣火龙只能是慢慢地飞行 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原地不足十秒的时候 突然间 一股无比浓烈暴力的灵魂气息 就从大眼圣火龙先前所在的位置 一扫而过 激动的感受最清楚 他当然知道 那份没有丝毫掩饰的强大灵魂之力 从何而来 大惊之下 险些令三人融合的灵魂之力失控 幸好他的心智足够沉稳 这才稳定住局面 依旧控制着大眼圣火龙 缓缓向前飞行 陈思玄的声音 在激动脑海中响起 没想到 我们已经如此小心了 还是被黑暗天机 发现了一些端倪 希望他不要真正找过来才好 激动道 应该是刚才我们三人灵魂融合时 泄露了一分灵魂波动 让黑暗天机有所惊绝 但他的扫描 几乎是第一时间到达的 在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的情况下 应该也不会再过来查看了 如果他要真的来了 说不得 我们也只能以死相聘 希望趁着黑暗天干圣徒们喂到之前 将其重创 激动这句话 说得斩钉截铁 圣极巅峰的实力 毫无疑问对他们是致命的威胁 但是 激动也不是没有面对过强大的对手 当初面对圣级高阶的圣级火魔石 虽然打不过 但也让对方绝不好受 此时他们圣徒实属性俱全 凭借武行相声循环阵法 激动身性 在没有黑暗天干圣徒参与的情况下 他们绝不是没有一拼之力的 幸好 事实正像激动判断的那样 黑暗天机在扫描未果的情况下 终究没有出现 大眼圣火龙在云雾的掩护下 继续向前飘动 一边小心翼翼地掩护着众人的气息 激动一边通过强大的灵魂之力 悄然勘察着下方的情况 黑暗五行大陆的大营连绵起伏 看上去一望无际 激动并不是将军 并不能从这营杖的数量中 判断出有多少敌人 但这一眼望去的感觉 他就知道 黑暗五行大陆调集的军队 一点也不比光明五行大陆的 五国联军数量少 而且 他们还是完全听命于 黑暗天机一人 与光明五行大陆那边不同的是 黑暗五行大陆这边 并没有任何建造要塞 堡垒之类防御攻势的打算 只是安营扎寨 红莲天火附近 更是有大队的士兵巡逻着 这时自信 从眼前的军队驻扎情况激动 就能看出黑暗天机的自信 显然 他从来就没有认为过 这场胜战的胜负 会有任何悬念 自然也就不许要布下什么防御攻势了 只有毁灭式的进攻 才是黑暗天机想要做的 而事实上 他也确实拥有这样的实力 圣级巅峰的修为 全部拥有神器的黑暗天干圣徒 再加上千年积奠的准备 现在的光明五行大陆 无论如何 也不是这黑暗五行大陆的对手 原本激动还认为 凭借着自己所创造的 五行相声循环法阵 以及将来能够召集过来的火鸭族 或许会让光明五行大陆扭转局面 但此时从天空中观察 他却发现 就算是不考虑到 双方天干圣徒和天机的情况下 最终获胜的也依旧是黑暗五行大陆 千年的准备实在太充分了 从天空中俯瞰 激动看到了大量光明五行大陆 根本不曾拥有的重型武器 那些武器虽然还局限于冷兵器状态 但哪怕是它这么强大的模式 看上去都不禁有些心寒 尤其是有一种看上去足有十米宽 下面有基座和八个大咕噜 不知道需要多少人才能操控的超级重武 这东西上面 竟然挂了12根长达3米的弩箭 下方还有脚盘之类的东西 天知道这玩意儿真正发射起来 未来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别说是普通士兵 就算是魔尸 恐怕也挡不住啊 他对那种重装步兵的防御力气 在这东西面前 简直就是个笑话 而这种超级重武 激动在黑暗五行大陆的营地中 起码看到了上千架之多 这是多少人力 物力 财力 才能积蓄而来的 激动针想立刻释放一个大范围超臂杀技 将这些恐怖的杀人力气全部毁灭 可惜 现在的他自顾不暇 又怎么可能去发动超臂杀技呢 就算他能那么做 也同样伤害不了这些重弩 在这些重弩周围 起码有超过一千名魔尸守护着 而且这些魔尸 都是按照实属性分类聚集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他们都应该是那种 能够释放五行联合结界的存在 别说是千人联手 就算是百人联手 就已经不是任何超臂杀技能够攻破的 他们那五行联合结界 攻击不行 持续性也很一般 但在防御上却比武航相生 循环阵法 有有过之 这才真的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而且 这超级重弩 还不是唯一一种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除了他们之外 激动还至少看到了两种 体积不下于超级重弩的大家伙 只不过从天空中勘察 他也看不出 那些重型武器 是如何使用的 黑暗五行大陆的准备 实在是太充分了 激动机00打了个寒战 因为他突然想到 如果当初没有烈焰的出现 让这些强大的武器 直接作用于光明五行大陆 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不知道有多少光明五行大陆的战士 会惨死在这些恐怖的 杀伤性武器之下 激动一边看着 也一边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通过灵魂传递给伙伴们 光明天干圣徒们 原本庆幸于顺利进入 黑暗世界的好心勤盾时 荡然无存 一个个脸色严峻无比 众人之中 触动最大的 就是狼天翼了 他是钻石军团军团长之子 本身又曾带过兵 对于军队是最为熟悉的 比激动更清楚 这些武器作用于战争中的意义 正在众人震撼于黑暗大军的强大时 突然之间 激动关注的方向一变 众人看到 一只体长超过七米的巨型魔殴 正朝着他们这边飞了够来 而且是笔直地 飞向他们这片云 被发现了 天干圣徒们 瞬间就紧张起来 虽然魔力还是隐而不发 但大家的目光 也都集中在了激动身上 激动轻轻地摇了摇头 向阿金拾了个眼神 同时示意其他人 不要轻举妄动 很快 那巨型魔殴 就已经接近了过来 大眼圣火龙乃是缓慢飞行的 又是迎面而去 双方的碰撞 已经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时候 就显示出了激动的那份冷静 它并不是只让伙伴们 准备好攻击应变 同时也凝聚起灵魂之力 小心翼翼地 朝那巨型魔殴背上探去 激动的这个做法 连陈思玄都有些不以为然 这很明显 是黑暗大军的巡逻魔师 就算用灵魂去探查 又能感受到什么呢 但是 很快 众人就在激动的灵魂探查下 目瞪口呆了 那巨型魔殴上面 并不是只有一个魔师 而是两个 一男一女 令众人呆滞的是 此时这两位魔师 可不是老老实实地 坐在巨型魔殴背上 而是相互搂抱着唇齿纠缠 轻的那叫一个热脸 那位中年男性魔师的手 更是直接探入在 女魔师衣服里 至于她在干什么 哪怕是蓝宝 杜仙 这么单纯的女孩 也是一清二楚 更不用说 已经与激动 有过合体之缘的陈思玄了 这一幕 看得天干圣徒中的女孩子们 无不双颊飞红 激动也赶忙切断了 与他们的灵魂联系 但声音还是保留了 在距离大眼圣火龙这片云雾 还有千米左右的时候 这如胶似漆的二位 总算是松开了嘴 那女魔师娇称道 你这个急色鬼 在营地的时候 装的一本正经 到了空中就变了样子 坏死了 中年男魔师嘿嘿一笑 道 坏的还在后面呢 怎么样 我选的这片云不错吧 三千米高空这边 查探的人最少 只有我这种 拥有强大飞行魔兽的强者 才能来 马上就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翻云覆雨 嘿嘿 做我们爱做的事 在三千米高空之上 是不是想想都有感觉 嘿嘿嘿 那一声声音笑听的 天干圣徒们 目瞪口呆 这样也行 他们这哪里是来探查的 以大眼圣火龙 这片云为目标 为的竟然是 做些爱做的事 包括激动和天机在内 光明天干圣徒们的表情 现在是要多精彩 就有多精彩 原本紧绷着的心弦 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放松了许多 巨型魔翼飞行的速度不慢 眼看就要到达云雾范围了 激动虽然心中好笑 但应变却一点不差 强横的灵魂之力 伴随着大眼圣火龙 增强散发的雾气 令云雾的范围放大了许多 眼看着 那对男女所承作的巨型魔翼 就飞了进来 没等完全进入云雾 这对憋坏了的男女魔师 就已经又亲热了起来 这两位完全沉浸在欲望之中 男魔师一把就把 女魔师上身的衣服拉开了 正在他们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突然间 他们发现 原本虚无缥缈的云雾 似乎不见了 周围竟是变成了一片银色 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这对男女魔师 下意识地扭头看去 他们看到的 是大眼圣火龙 那两颗巨大的龙头 以及大眼圣火龙背上的 一众光明天干圣徒 第一 席子还没说出来 一道灿烂的金光 已经悄然划过 那男女魔师的眉心 几乎是同一时间被穿透 至于那头巨型魔翼 更是在第一时间 就被激动展开的 强大灵魂之力 瞬间震晕了 金光一闪 连人带魔翼 已经全被阿金收入到了 储存魔器之中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干净利落 第579章 听见 黑暗五行大陆 阿金干净利落地干掉了 这两名黑暗魔师 没有半分气息泄露 就将他们解决了 那巨型魔翼 就像是直接消失在了 云雾之中一般 那两名黑暗魔师 男的修为不弱 足有七贯 女魔师不过是四贯而已 在阿金这样强大的实力面前 他们根本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 激动三人灵魂融合的全面掩护 加上那两位黑暗魔师之前 完全沉浸在欲望之中 完全陷入灵魂锁定后才发觉 他们想要传出一点信息都无法做到 阿金冷冷地甩了甩手 看那意思 明显是因为杀了这两个人 他觉得是脏了手嘛 天干圣徒们脸上 不禁都流露出了几分笑意 摇签书更是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做些爱做的事 在三千米高空之上 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不过 似乎 也许 真的很刺激吧 郎天一黑黑一笑 啊 刺激是刺激了 不过 把命也给刺激没了 谁能想到 我们大眼圣火龙是放出的云雾 竟然被他们当成了 原本紧张的气氛 因为这个小插曲的出现 放松了许多 此时 大眼圣火龙所画的云雾 已经渐渐地接近了圣邪岛 朝着黑暗五行大陆那边的边缘 不过 激动可不敢有任何大意 要知道 以黑暗天机圣极巅峰的修为 他的灵魂扫描 甚至能够遍及整个圣邪岛 在没有真正登陆黑暗五行大陆之前 他们的危险就没有解除 此时 远处天边已经渐渐露出了一抹雨堵白 黑暗的天空也渐渐变成了深蓝色 黎明就要到了 激动选择的是后半夜行动 因为这个时间是人们最容易懈怠的 黎明时分 更是熬夜者最疲倦的 所有的防守在这个时候 自然也最为放松 终于 当远处天边的朝阳露出一抹红色的时候 他们出了圣邪岛范围 黑暗五行大陆已经就在眼前 从天空看约出的感觉 是十分特殊的 那份美感是在地面无法体会的 而光明天干圣徒们的心情 此时也正像这约处一样 充满了生机 成功了 他们终于成功了 黑暗天机的实力再强大 也不可能令这么一座巨大的岛屿 防御得滴水不漏 激动在三天之中 想了好几种可行的办法 最后的两个选择 就是上天 入地 在权衡之下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走天空 这样应变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起码黑暗天干圣徒 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过来 只是面对一个黑暗天机 他们起码还能抵挡一阵 黑暗天机其他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可惜 他却并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背叛的不是伙伴 而正是他这个杀死了儿媳妇的父亲 光明天干圣徒的士气 并没受到沉重的打击 所以才能在三天的时间内 就再次发起了穿越 他们也真的成功了 从天空向远方鸟看 至少表面上 根本看不出 黑暗五行大陆 和光明五行大陆 有什么区别 同样是一望无际的大陆 在接近圣邪岛的地方 能够看到有大量的建筑 住宅 虽然没有城墙 但这里却像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城市 用巨大来形容 是十分合适的 因为天干圣徒们惊讶地发现 这座城市的范围之大 还要超过光明五行大陆上的 第一大城中原城 稍微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而是一座完完全全 为了战争而准备的城市 在这座巨大无比的城市之中 能看到最多的就是兵工厂 至于其他的一切 不用看众人也明白 都是为了战争而做准备的 仔细辨认 激动发现 这座巨大的城市 足有两个中原城那么大 又是完全为了战争做准备 这绝不是一天 两天 一年 两年所能完成的 对于一年半后的这场圣战 黑暗五行大陆的准备 实在是太充分了 天机微微感叹道 这就是侵略的天性吧 杜明跃跃欲试地道 老师 我们要不要把这座城市 当成目标 把这里的兵工厂 要是都毁了 杀掉那些工匠 等圣战开始后 黑暗五行大陆 就会后继乏力了 激动眉头微皱 瞪了杜明眼 不行 这里距离圣邪岛太近了 一旦发动 黑暗天机和黑暗天干圣徒 就能在第一时间赶过来 而且 大家要记住我之前说的话 我们是进行斩首行动的 尽管这黑暗五行大陆 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 黑暗五行大陆上的人 也同样是人类 我们不能滥杀无辜 因此 我们要毁灭的 只是对方的魔师力量 对于普通的平民 甚至是士兵 我们都不能轻易出手 我们是为了让战争死 更少的人 而不是给黑暗五行大陆 带来生灵涂炭的 听了激动的话 天机深以为然地点头道 正是如此 我们绝不能随便 屠杀普通平民 如果我们滥杀无辜的话 那与黑暗天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杜明赶忙点着头 静若寒蝉地 不敢再说什么 虽然不能在这里动手 但毕竟已经出了 黑暗天机的探查范围 激动吩咐大眼圣火龙加速 依旧在云雾的掩护之下 带着众人 朝着黑暗五行大陆深处 急速飞行而去 终于进入了黑暗五行大陆 激动的计划 也要真正地展开了 这一下 才真的是海阔平渔月 天高任鸟飞 黑暗天机再想抓住他们 那可就是千难万难 从始至终 激动要发挥的优势 就在于 烈焰留下的红莲天火 有着红莲天火的掩护 在未来一年半的时间内 他们完全可以放手而为 不需要担心 光明五行大陆这个大本营 遭受到黑暗五行大陆的攻击 这也是为什么 激动始终坚持 此行的必要性 错过了这个机会 真的正面抗衡 先不说谁胜谁负 双方的死伤 必定是巨大的 他要的 不只是战胜对手 更是完胜对手 唯有这样 才能令战争在 最短的时间内结束 早约解决心中这最大的问题 可怜黑暗天机 和黑暗天干圣徒们 还茫然不知 他们最大的对手 已经悄然潜入了 他们的内陆之中 谨慎起见 激动让大眼圣火龙 一直向黑暗五行大陆内陆 飞行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才渐渐减慢速度 降低飞行高度 寻找最近的城市 对于他们来说 黑暗五行大陆 毕竟是极为陌生的 唯有到城市中去 才能找到他们 想要得到的消息 从天空中寻觅 自然是再方便不过了 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 大眼圣火龙 在黑暗五行大陆的寿意下 降落在距离城市 不远处的一座山峰处 激动这才让伙伴们 将各自收于 储存魔器之中的 魔兽伙伴释放出来 重新在这黑暗五行大陆中 开辟他们休息的空间 毕竟 储存魔器在一般情况下 对于魔兽来说 都不是什么适合休息的地方 狭窄的空间 会令他们十分痛苦 只有十约 凤凰与朱雀手镯 这样的配合 或者是大眼圣火龙 和生命之河那样 才能长时间 将其收于其中 并且有意无害 刚刚进入 黑暗五行大陆时的 紧张气氛 早已因为深入内陆 而消失了 天干圣徒们 都显得有些亢奋 大家都是年轻人 这种深入敌后的感觉 很容易 令他们为之亢奋 杜希儿有些雀悦地 向激动问道 激动老师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开始行动 击杀那些 黑暗五行大陆的模式了 激动道 不 还不能打草惊蛇 在开始斩首行动之前 我们还有一件 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 帮杜明和宝 也拿到他们所属的神器 石神器俱全之后 我们才真正有了 和黑暗天干圣徒 以及黑暗天机抗衡的实力 走 我们先到前面的城市中 打探一下消息 最重要的是 购买一份详细些的 黑暗五行大陆地图 这样我们的行动 才能更加顺利 当下 众人收好座棋 在激动的带领 下出了脚下的山峰范围 朝着那座 看上去规模不小的城市挺进 距离这座城市近了 众人就开始有些 不平常的感觉了 这种感觉 是因为周围环境而来的 他们已经走上了官道 可是 这条官道虽然宽阔 但却是坑坑洼洼的 完全显示出了 年久失修的样子 官道两旁 没有树木 一眼望去 竟是连绵起伏的农田 大量的农民 在其中耕种着 按说 有这么多的农田存在 农民们的生活 应该很好才对 可看上去 这些正在劳作的农民 一个个却是面黄鸡兽 营养不良的样子 令人费解 等到了那座城市跟前 这种怪异的感觉 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眼前这座城市 虽然不能和光明五行大陆 几大帝国的首都相比 但之前从空中看去 也应该是组成那种级别的了 但是 到了城前众人却发现 这里的城墙甚是破败 怎么看 都已经是年代极为久远了 有几处城墙 甚至都已经倒塌 可却并没有任何修补的痕迹 城头上巡逻的士兵 也是少之又少 城门处甚至根本就没有 士兵进行把守 过往的路人 也大都是一副尾米的样子 这种情况 要出现在贫穷的村落 众人自然不会感到奇怪 可眼前分明是一座主城啊 怎么会破落到如此城多 在光明五行大陆 哪怕是一座规模很小的普通城市 也要比这里强得多 激动和天机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心中的疑惑 众人也随之步入城中 城市内的情况 看上去和城外感觉差不多 建筑大都很古旧 而且很多都是年久世修的样子 两层以上的楼房近乎绝技 大都是破败的平房 街道两旁的商铺数量 也要比正常的主城少了几倍 激动走到一间商铺前停下脚步 是一伙伴们在这里等他 自己走入商铺之中 商铺内只有一名 看上去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正靠在柜台上昏昏欲睡 你好 请问 你们这里有大陆地图卖吗 从外面看 这里应该是一家杂货铺 所以激动才进来打听的 但走入其中他才发现 里面的商品却是少得可怜 那商铺老板抬起头 看向激动 猛然激灵灵打了个寒颤 赶忙站起身 恭敬地向激动行礼 道 欢迎 欢迎大人光临小店 你有什么需要 看着他那千功的样子 激动不禁诧异 什么大人 你认识我不成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鸡 他才刚来黑暗五行大陆 怎么可能有人认识呢 这一声大人叫得他摸不着头脑 那商铺老板赶忙道 小的怎么有心认识大人呢 只是看大人的装束和相貌 一定是摩师大人吧 哦 你能看得出我是摩师 激动好奇地问道 他自问对自身的气息 已经演示得很好了 商铺老板恭敬地道 那是当然了 摩师大人们 和我们当然不同 天机大人万岁 摩师大人千岁 您想要什么警管呢 这是小店的荣幸 激动看得出 这商铺老板对他十分惧怕 心中疑惑更甚 淡淡地道 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为什么一眼 就能看出我是摩师 说实话 否则的话 此言一出 那商铺老板 顿时吓得激灵灵 打了个寒颤 扑通一声 竟然跪倒在激动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道 摩师大人 您 您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的 除了摩师大人 谁能有这么阴伟的相貌呢 激动眼中冷光闪烁 一丝灵魂之力 已经飘而出 笼罩住了这老板的身体 看着我 那店铺老板抬起头 当他看到激动的双眼时 只觉得大脑一阵眩晕 眼前已经尽是一片银色 激动道 说 为什么能认出我是摩师 这个问题 他必须要搞清楚 眼前这店铺老板 分明是个普通平民 体内一丝魔力波动都没有 这样的人都能认出 自己摩师的身份 不弄清楚了他 怎能安心 第580章 目标 黑暗神庙 那店铺老板的神智 已经完全被激动控制了 难难地道 因为只有摩师大人 才能穿这么华丽的衣服 只有摩师大人和军队 才能吃得饱饭 看您的气色和衣着 我只能判断 您是摩师大人了 激动惊讶地道 难道除了摩师和军队之外 你们这些平民 连饭都吃不饱吗 难道你们这城里 就没有贵族 贵族 那是什么 店铺老板一脸的茫然 天机大人说 众生平等 唯有付出的更多 才能得到的更多 摩师大人们和军队 要保护我们大陆 当然要用最好的东西供养 而我们这些平民 能够活下来 全是因为他们的恩责 所有的一切 都要为了摩师和军队服务 自从十年前 宣布圣战即将开始之后 我们原本 要上缴的赋税 又提升了一倍 除了摩师和军队以外 哪怕是城主们 都已经吃不饱饭了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 听了这店铺老板的话 激动终于明白 自己眼前看到的 这些是为什么了 黑暗天机所谓的千年积电 竟然是这么来的 竟然是依靠 如此压榨平民得来的 这份震撼 对他来说实在是不轻 你这里有没有大陆地图 激动沉声问道 有的 店铺老板在激动的命令下 颤巍巍地起身 从后面的柜子里 翻出一张 有些残破的大陆地图 恭敬地递给激动 激动也不知道 这黑暗五行大陆上的 钱币是什么样子 自然无法付钱给他 抹除了他这短暂 时间的记忆后退了出来 迎接激动的 是天干圣徒们一脸的凝重 先前虽然是他自己一个人进去 但却通过灵魂共享 将里面的情况 共享给了伙伴们 他听到的 伙伴们自然也都听到了 天机眉头紧皱 竟然会是这样 没想到 黑暗五行大陆 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没错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 在没来之前 天干圣徒们 对这片位置大陆 都有着极高的预判 以黑暗天机 那么强大的实力 黑暗天干圣徒 全部拥有神器的威势 还有那数百万装备 及其精良的黑暗大军 横耿于圣邪岛之上 这所有的一切 都在向他们证明着 黑暗五行大陆的综合实力 有多么强大 多么繁荣 可是 当他们真正来到这里后 却吃惊地发现 所有的一切 和他们想象中 竟然都不一样 在这里 不但没有看到 任何繁荣的景象 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破败 论繁荣 这黑暗 就远远不如光明了 姚千书道 这会不会只是这一座城市 或者是这一片区域 才是这种情况 毕竟 这里距离前线 还不算太远 激动沉生道 如果是那样道也罢了 但要是整个黑暗五行大陆 都是眼前这幅景象的话 那么 首先生灵涂炭的 不是我们光明五行大陆 倒是黑暗五行大陆本身了 渺渺向激动问道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自从知道了 弗瑞失去无间道之后 虽然不再愤怒了 但他那美艳的娇颜上 始终都带着一层淡淡的忧愁 激动道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同时 既然黑暗五行大陆远超出我们的预料 对于这片大陆 我们也要仔细地探查一番 时间还有不少 行动不着急 知己知比方能百战不殆 如果黑暗五行大陆 真的都是眼前这幅景象的话 那么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黑暗天机 和他那黑暗大军的后继法力 以黑暗大陆如此贫穷的景象 就算他现在手头的兵力再多 也不可能进行持久战 数百万的大军啊 每天的消耗 都是天文数字 而这些消耗却都是来自于眼前这些 连饭都吃不饱的平民 原本我是没什么信心的 但现在看来 这场胜战 我们的机会 其实并不小 黑暗天机 恐怕也正是因为黑暗大陆的情况不容乐观 这才对我们光明大陆 充满了觊觎 他的想法 必定是以战养战 尽快攻入我们光明五行大陆之中 通过掠夺来进一步发动战争 黑暗天机 或许是个枭雄 但却绝不是治国良才 或者说 在他那种一言堂的情况下 根本没人敢帮他治理大陆 而且 这种情况一定不是一代天机造成的 他号称牺牲了时代天机 才创造的机会 看来 这黑暗五行大陆上的平民 也度过了时代痛苦的时光 天干圣徒们纷纷点头 如果黑暗大陆 真像他们眼前看到的这样 那比起来 光明五行大陆的底蕴 就要深厚得多 当然 这也要在大战开始后 光明大陆那边 能够将战争 拖入到持久战 才有意义 目前的情形来看 是不可能的 激动到 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些 令情况变得更复杂了 现在我们想的 还有些颜值过早 还要多在这黑暗 五行大陆看看再说 走吧 我们先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 研究研究 这黑暗大陆的地图 怎么说 这也是一座主城 虽然破落 但寻找一间酒店 倒也不算太困难 很快 众人就找到了一家 都是平房的酒店 与之前极为相似的一幕出现了 当他们走入酒店之后 根本就不需要多说什么 酒店里的老板 和唯一的一名服务员 立刻就迎了上来 恭恭敬敬地帮他们安排入住 根本就没提收钱的事 和光明五行大陆的酒店相比 这里的装饰简单地令人发指 幸好还算干净 正所谓入乡随俗 何况光明圣徒们 有着那么重要的任务 自然不会纠结于这些外物之上 将救者入住其中 激动将伙伴们召集在 自己那不大的房间之中 众人一进门 摇签书就笑着说道 这黑暗五行大陆的感觉 倒是还不错 简直就是摩世的天堂 摩世来到这里 跟大爷似的 似乎干什么都不用付钱 他们黑暗五行大陆的摩世 真是幸福啊 天机看了摇签书一眼 道 那你知道这种情况 意味着什么吗 摇签书愣了一下 劳民伤财 意味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贫困 天机摇了摇头 坐在椅子上的激动已经到 这意味着 黑暗五行大陆的摩世数量 将会远超我们的预计 这一路行来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在这座城市之中 青壮年的数量 其实很少 而之前我们在入城之前 在关道两旁 看到农田中的农民中 也同样少有青壮年的存在 我刚才仔细思考了一下 这就意味着两件事 所有的青壮年 恐怕都投入到 黑暗天机的那份大业之中去了 如果你们是这座城市中的著名 生活在这样一片大陆上 等你们有了孩子后 会怎么做 为了出人头地 为了能吃饱饭 过上好约子 那么就只有两个选择 首选自然是成为一名摩世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这黑暗五行大陆之上 肯定有着比我们光明五行大陆 挑选摩世更系统 也更严格的方式 而且肯定是无处不在 全都由黑暗天机掌控 为了能更好的生存 过上好约子 只要是有半分摩世天赋的青少年 恐怕都会在家里的督促下 全力以赴地修炼 以图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 而那些实在无法修炼成摩世的青少年 为了吃饱 穿暖 另一条路就是当兵 虽然要坎坷的多 但毕竟军队肯定是能让他们吃饱饭的 天机借着激动的话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黑暗五行大陆 恐怕就要重新估计了 如果所有黑暗五行大陆的城市 都像眼前这座一样 或者是差不多的话 那么 黑暗五行大陆的摩世总数 军队总数 恐怕就要 比我们预料中恐怖的多 这样的体制 恐怕根本就是黑暗天机故意为之的 宁可消耗整个大陆 未来发展的生命力 也要穷兵奢武地建立起 一支强大而恐怖的军事力量 而他作为这股军事力量的主宰和信仰 只要能够侵占了我们光明五行大陆 那么 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 姚千书倒吸一口凉气 黑暗天机这家伙 简直是太可怕了 这种绝户办法 恐怕也只有他 才能想得出来 我很庆幸 我是生在光明五行大陆 虽然论军事力量 我们要比黑暗五行大陆差得多 但百年的和平 却令我们大陆 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 虽然不能说 没有龌龊的地方 但比起这边的生活 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之分 激动在床上摊开之前 买回来的地图 指着地图道 从面积上来看 黑暗五行大陆 比我们光明五行大陆要小 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样子 表面看来 这边也是分为五个国家 甚至连国家的名字 都和我们差不多 文字略有不同 但差别不大 隐约能够辨认 而实际上 这边的国家 都没有任何意义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围绕着这里 一边说着 激动抬手 在地图最中央的位置拍了拍 众人将目光集中在那里 只见那是一块 完全被黑色所覆盖的区域 上面 没有任何的其他区分 唯有最简单的四个字 那就是 黑暗神庙 这里必定就是 黑暗天际的老巢了 所有操控黑暗 五行大陆的命令 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也正是这里 掌握了这片大陆最强的力量 统治了这片大陆千百年 同时 这里也将是我们此行的第一个目标 激动的手指 重重地在那黑暗神庙的区域点了点 听了激动的话 狼天一眼睛一亮 少主 我们先破气根本吗 激动微微一笑 道 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 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 因为师兄传递给黑暗天际的消息 让他带领着黑暗天干圣徒 在圣邪岛上阻截我们 哪怕是我们早有准备 黑暗天机也确实带给了我们不小的麻烦 好不容易才算是突破重围 进入了黑暗五行大陆 但是 在我们突破阻隔 进入黑暗五行大陆那一刻开始 主动拳就已经掌握在了我们手中 不让大家提前动手 为的就是 能够先到黑暗天机的老巢去转一圈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首先 黑暗天机和黑暗天干圣徒都不在 对我们来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给黑暗神庙留点记号怎么行 听激动这么一说 众人脸上不禁都浮现出一层笑意 激动继续道 其次 那黑暗神庙必定有大量的魔师驻扎 能够驻扎在那里的 必定都是黑暗天机的死中 对黑暗最虔诚的信奉者 杀他们 我们绝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两件光明水系神器 必定被黑暗天机收藏在那黑暗神庙之中 这也将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如果不在眼下第一时间攻击黑暗神庙 那么 我们很可能今后都没有机会了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我才将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定在这里 而且 在完成这个目标之前 绝不能暴露 大家有什么建议 可以立刻提出来 我们一起商量 阿金第一个摇了摇头 淡淡地道 我只管动手杀人 其他的事 你们的事 陈思璇微微一笑 什么都没有说 但他的目光 却始终都停留在激动身上 姚千叔微笑道 激动都想得这么周密了 我是没什么意见 不过 天机 你能否给我们推算一下此行的吉凶 天机微微汗手 双手抬起 在空中虚暗了一下 同时手掌回收 轻点在自己额头上 顿时 那只隐没于眉心之中的天机之眼 悄然开启 淡淡地一彩 凭空浮现 伴随着天机之眼的开启 天机的目光 顿时变得茫然起来 但又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光芒在闪耀 似乎在注视着遥远的地方 天干圣徒们 宁神静气 静静地等待着